字幕提供 诶 这个好像 有一点 哇 这是有一点的 有啊 它大个都有一点 好吧 感觉比那里好多 那里要3块5去 2块5 对啊 3块2块 这个是池菇 菜花才1块钱一斤 天气有点热了 便宜一点点 这几天比较暖 菜估计又很便宜 可以啊 哇 看一下哪一串大一点 韦贝哥 你看 可以 嗯 你要卖菜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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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一把 那要这把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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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杰少 刚才我们呢 去菜市场 买了一些池菇回来 就想买这个池菇回来 打算今天晚上炒表弟带过来的那个辣肉 对啊 池菇炒辣肉在我们那边是非常常见的一道菜 但是我们今天去买好像这个品质不是很好咯 嗯 我还因为天气太潮湿 对啊 因为自己天天气比较温暖 嗯 所以菜价也比较便宜哦 所以我们也买了蛮多青菜回来 对啊 哎 那个辣肉好像还是冰箱是吗 嗯 我以为刚才你拿出来了 我等一下拿出来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番茄 品质特别好 然后便宜两块钱一斤 我刚才吃了一个我觉得还蛮甜的 这样子啊 嗯 改天拿 明天拿来炒鸡蛋 或者后天拿来炒鸡蛋 我去拿这个辣肉出来先 因为我以为辣肠吃完 没有 哇 这个感觉好多啊 没有好肥哦 肥的话就切少一点 嗯 这块吧 这块肉瘦多一点 嗯 那要这块吧 这块也比较小 哇塞好硬 饼了 刚才忘记拿出来 哎呦 可以 放在这里煮一下 这些我觉得应该是春节之前的了 然后因为春节回去 他们就放在冷库里面 现在拿出来卖 我感觉不是很新鲜 但我们今天看到也没有多少品质好的 对啊 但是也能吃的 其实把这个洗一洗就可以了 不过像这种这么大个的话 平时好的话应该要 四五块钱一斤哦 嗯 然后今天买是两块五一斤 这个瓷骨你不觉得很像马蹄吗 这是马蹄没有那么大 是啊 因为他们都是水生植物的 好像 对啊 种个水田里面的 对啊 应该是比较湿的地方才能生长 因为这个我们只有在冬天才能吃得到好像 嗯 反正 马蹄差不多从时间出来的吧 好像咬一口 哈哈 其实也是很好的 把皮削了以后就白白的里面 是啊 很大个哦 对啊 切好了 再用水清洗 因为淀粉比较多 哦 哇这点好肥哦 它看起来很透明哦 切的我都想吃 再切一点蒜叶 对 腊肉下锅 先炒出一点油 虽然很肥哦 但是很香 但是腊肉的话的肥 它没有那么腻 对 太多油了 彩点出来 哇塞真的超香 对 驰子 放进来 放点水闷一下 小人过 小人过 去找你 你看你看 哎呀干嘛 过来过来 过来 好香啊 刚刚好 不知道熟没有 没有,再煮一下 我感觉熟了 你看 最后放些蒜叶 放一点点盐 还有酱油 可以了 出锅 这个很下饭的感觉 哇,真的 小虎 我还没上桌 你就想吃东西了 这两天你老是来跟我吃饭 坐在这里 你也想吃是吗 来,辣肉 不吃了 我先吃哦 好香哦 嗯 又是下饭神器 对啊 嗯 这么黏人 你来这里 要做就做 我下去啊 哦,对 看他入味了没有 很入味 很入味啊 嗯 刚才我们炒这个腊肉的时候 估计 我们放那个酱油 还有盐 估计很多朋友看到都很精的啊 其实这个辣肉不是很咸的 因为这个是表弟他老爸老妈自己做的 放的盐比较少 对啊 所以我们 放了配菜嘛 就放一点 嗯,酱油 还有食用盐 也调一下味 对 很香很好吃 这吃过真的 很粉的好吃哦 对啊 很粉 哎呀 小虎 嗯,上来上来看 看 他就已经说我一句了 而且你又不吃 你又来这里 这碗是泡菜 你快吃完了 没有多少了 会有一点点 嗯 他是在买那个扁了来做 嗯 辣肉炒蒜 我特别喜欢吃这个蒜叶 对啊 哦,酱 其实像在我们老的那边 我小时候啊 嗯 每家每户都会做很多辣肉的 是很多的吧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每年就是做一点 就是感觉是一丝一丝而已 我感觉今天底 你可以叫他们做一点 到时候再过来 到时候看一下可以啊 嗯 现在做辣肉的人越来越少 我们那里 辣的也比较忙嘛 我家那个更加都没人 都没有做过这种 嗯 像平常我们这边的辣肉吃法 基本上都是拿来炒配菜 这些哦 炒蒜 或者炒芹菜 还有一个就是直接蒸来吃也可以 对 有些切好了一片一片的 然后直接蒸 嗯 但是那样子我觉得很腻啊 是有一点 不知道你们那边吃 嗯 辣肉的话是怎么个吃法 你看大虎 在那里玩 大虎 那那个磨牙棒那里 哈哈 大虎过来 在现在玩的理不理我们 小伙子 下去啊 你又不吃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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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吃 你又不吃 快点 要不你再躺下 要不然在那里坐下 不能踩到桌子上面去 怎么 哦 等一下吃完饭今晚 我要喂他们吃那个 水虫药 嗯 有段时间没喂了 这个月了 两个月 两个多月了 我觉得 不止啊 我记什么时候喂了 今晚 喂什么吃 嗯 好饿了哦 感觉这样子 特别的上饭啊 哇这个你还要蘸那个 酱料来吃 辣酱啊 我们广西这边其实也有很多 好吃的美食到 但是就是还没有机会 去拍出来分享给大家 因为 之前嘛 因为 是疫情的影响一直 不方便 现在刚好开放了 又是春节了 反正我们肯定会 拍我们这边的一些 饮食习惯啊 还有 各种文化啊 分享出来给大家 其实我们还没有好好 就是我们男人的 对啊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 嗯 给大家出去我们的街道逛一下 之前我们为什么 不敢出去就怕一出去的话 如果遇到什么 疫情发生的以前 只要你被 这个地方有感染 大家不是都很清楚吗 又被隔离啊什么的哦 对 而且隔离费还要我们自己出 所以那时候我们都蛮怕这样 很多人都出去 但是人家 有经济 基础 人家就随意出去 就不就不怕哦 现在开放了 我们会慢慢介绍 我们这边的 分享给大家 对啊 还有 最期待的一个活动 就是广西壮族 那个3月3 哦 过一段时间再过 哎 过两个月还是三个月就可以了 两个多月吧 差不多啊 但是今年不知道举不举行 应该会 毕竟放开了嘛 嗯 很隆重的 就是我们广西壮族的一个 节日 3月3都会放假 到时候如果举办的话 我们肯定去拍出来哦 分享给大家看 嗯 但是我觉得并不一定 就能够实现了 因为人太多了 人多 这主要是一个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举办 到时候看看情况吧 嗯 人多的话我们怎么说呢 可能去不到那里 里面没有那么近啊 在五名区举行 对 那天 全广西都放假 大陆这边来说 我们广西的假期 假期好像是最多的吧 对啊 最多的 因为少数民族比较多一点 对啊 主要是3月3这个 我们广西才有嘛 嗯 吃饭太晚就容易 就是感觉特别的饿 7点多 诶 7点多吃饭算晚吗 可能是以前我们摆摊的时候 习惯了都是5点钟吃 一直都是比较喜欢早吃的 就是5点钟吃 然后吃完赶紧就去摆摊了 以前读书的时候更加早 下读书的时候 下课大家都去排队忙吃 吃了晚上又上咨询 哇 真的太热了 我有点出汗了 好潮了这几天 楼梯口外面都有水 难怪这青菜这么便宜了 天气一暖了 青菜就风涨 大概就很便宜 对啊 就在我们这个区啊 然后我们买到青菜比较便宜 其实正常的 因为我们那个附近 过去上面那边都是种青菜的 西江堂区这边好像很多地方 都是种青菜的 对 都是种青菜的多 所以说会比较便宜一点 青球区那边东西就很贵了 嗯 那边就很贵 今天买的这个是多少钱进来的呢 一块五啊 我突然 嗯 我发现我是一样 最旺症好严重 大家都说是新冠后遗症 有可能哦 然后我是容易累 我倒是没有 没有累 就是感觉 老是容易忘记 忘记事情 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好像现在没有新冠了是吗 哎 也不是没有吧 是不是 就没听到别人说了 因为都不检测了 就是说也没听人说 哎 怎么 症状啊又出现了 或者怎么样啊 比如说新的病毒啊 这种啊 也没见人 就不用说那么那个嘛 就是说生病的人了 也没听说这里不舒服 那里不舒服啊 对啊 不只这样 怎么感觉突然就消失了一样 哎 你不说好像我都没有注意到 对啊 嗯 好饿 也吃得很饱啊 现在 哈哈 我突然觉得我们两个什么都觉得好吃 哈哈 但是是真的好吃啊 嗯 那他应该都放了点蒜叶 对 因为这道菜单和我从来都吃 我们那边从来都吃这个雌糊炒腊肉 真的 嗯 我听到猫猫在叫 小虎 就是这样子的 嗯 好了 那我们本期影片就分享到这里吧 希望大家观看影片的通知 记得把广告也看完了 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 我觉得这个泡菜我们要尽快吃完了 嗯 可能是因为这两天 热了 太湿热的原因了 对啊 对的不太新鲜是吗 对 你不觉得 还是因为那个没压下去 你看它有点浮上来 不会 也不会啊 可能是天气太热了 像很多朋友 他们不是建议所泡这个尽快吃完 然后不能超过20天 我们现在也没到20天 主要是天气温暖了 就感觉尽快吃完了 嗯 不过也准备没有 好的 放入冰箱